台股在今天创下了新纪录 在护国圣山台积电开盘 攻上了涨停板的带动下 指数突破30年前的12,680额 正式改写历史新高 台积电的市值在一天之内 暴增台币近兆元 有机会挤进全球市值前十大企业 见证历史的一刻 台股市值最大的台积电 罕见涨停 也带动台股气势如虹 最高12,686 正式突破30年前的12,682 刷新历史新高 中厂上涨284点 收在12,588点 60几买的 那个时候70几买掉了几 剩下剩下较少了不多 已经错过买的时机了 外资看到500块 真的吗 那可以考虑 外资乐观看待 台股27日刷新三大亮点 包括台积电一开盘就飙上涨停 市值在一天之内 暴增近兆元 本土晶圆代工二哥联电盘中也攻上涨停 股价来到21.7元 创下13年新高 而IC设计大厂联发科也不遑多让 上涨7.85% 首度超越红海 登上市值第二大企业宝座 后市可能还是要来看美国的一个超级财报周的一个表现 股市的一个热钱效应 大家都会选一些大型的一个自由股 台积电市值突破11兆台币 渴望挤进全球前十大企业 包括苹果 微软 亚马逊等公司 台积电距离10强中间只卡了 美国医疗保健产品制造商娇升 如果台积电今天能够带动其他的中小型股 也同步展开一波强劲的涨势的话 再持续的往下创新高 这个机会是非常高的 台股创新高 但是主要贡献还是来自台积电 因为27日上涨的有150家 下跌的加速却高达763家 贵买值数甚至下跌1.06% 台股创新高 但对于手上没有台积电的小股民来说 恐怕还是比较无感 东森财经新闻 李某山刘子腾台北报道